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今天是周末了 所以给大家讲一个有点玄幻色彩的故事 咱们先来看一幅画 乍看之下 这幅画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两座山峰之间 一行黑鸟正在飞过 咱们目光顺着中间这座山峰往下再来一点 便看见这幅画中最突兀的一个地方 一只白色的鸟正撞在山石之上 鲜血四溅 看来是一命归西了 当我们正纳闷 这幅画什么意思的时候 这个画的最下方写着这样一行小字 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 这幅画出自一个中国的民间语言铁板图 铁板图的名气 远不如推背图 马前科来得大 但一直没有间断的在民间流传着 到清末民国曾一度失去了踪影 但是到了中共建政之后 又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那是在1951年 中共正陷入寒战的泥沼 进退为谷 南方某小县城 一位眉目清秀的后生 背着书包正在往学校走去 他叫王大鹏 他老爸是县文化局的头头 所以大鹏在学校颇有几分的知名度 突然同班的一个姓李的同学 从鞋子里冲了出来 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神秘的说 大鹏快过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大鹏奇怪的眨眨眼 这个男生叫做李玉希 他老爸曾是清末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 平生最爱李商颖的诗文 于是就用了李商颖的那个号玉希生 给儿子来做名字李玉希 李玉希为人爽朗 性格平和和大鹏是好朋友 李玉希使劲夹了夹 页下那个书包 拉着大鹏走到操场旁的一个小树林的前面 左右看了看 此时李早自习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操场上是空无一人 只见他小心翼翼的从书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油纸包 三两下打开之后 露出了一本书版刻印的 纸质泛黄的很旧的书册 封面上赫然写着铁板图 李玉希神秘的冲大鹏叽叽眼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 我爸家传的那个包书 大鹏轻轻摸缩了一下这个书的封面 问道铁板图什么意思 玉希说 我也不是很懂啊 我听我爸说过一次 他说这本书是一个预言的书 预言了好几百年的事 很准 因为这些预言都像铁板钉钉一样 以成定局不可改变 所以叫做铁板图 大鹏听吧 就更加好奇 轻轻翻开了几页 发现每一页都有一首诗 一样的这样的文字 隔着几页还有一些奇怪的画 李玉希看看大鹏 又看看四周 更加神秘的压低的声音 说道我有一次看到我老爸盯着这个书的最后一幅图 发呆 我就问他上面说的是啥呀 我爸当时的表情很奇怪 他让我看了看这幅图 然后说这幅画或许跟咱们也有关系呢 你还想将来我再给你解释 不过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咱们家有这本书啊 不然会有大货的 大鹏就更好奇了 赶紧把书拿到翻到最后一页 一样就看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个 一行鸟飞过两座山峰的图 说这画画的什么意思呀 我也没太看明白 就是这个两座山峰 你看飞过一行鸟 前四只鸟 黑鸟都飞过去了 最后一只白羽毛的鸟 怕撞死在了山间之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爸没说 但是我爸看到这幅画之后的表情非常奇怪 有点兴奋 也有点紧张的样子 大鹏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事 不然我可就有麻烦了 俩人说吧 和尚书装好之后 朝着教室走去 这事过去了差不多快一年之后 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 铁板图的事 被区政府知道了 区上专门派人下来调查 还说要把这个李玉西开除 当时大家同学们都很紧张 不过学校的这个姓赵的校长是个很正直的人 多亏他从中周旋 李玉西才没有受到什么处分 但是铁板图却被上面没收了 玉西的爸爸为此还专门写了检讨 从此就再也没有这本天书的消息了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 民间关于铁板图的传说又再次兴盛了起来 其中一些衬颜和衬图 不知从哪又再次流传了出来 我就听说 我以前在大陆就听说过几句 像这个 棚头女子架棚头 铁头驴子满街游 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才想起来了 这个语言说的其实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个西方的摇滚乐 乱七八糟那些文化传入中国之后 但是很多中国人 男人留长头发还记得吧 崔健也留个长头发 留长发 还有那个什么唐朝 而且满大街跑着自行车摩托车 这不就是棚头女子架了棚头男 棚头男就长头发男吗 棚头女子架棚头 铁头驴子就是自行车摩托车满街游 我还听过一个关于铁板图的故事 说这本书就是刘伯温和诸葛亮两个人一起写的 这民间故事您也别太较真是吧 虽然刘伯温和诸葛亮两个人 隔着一千多年是吧 也不妨碍人家一起著书里说嘛 话说这天刘伯温和诸葛亮两个人背靠着背站在一棵大树下面 俩人正在分工测算后事将发生的事 这个前八百年由刘伯温来测算 后八百年由诸葛亮来测算 俩人念念有词 掐掐掐指一算是吧 天零零地零零各路神仙快显零是吧 一千六百年之间的事 就这个了然于胸了 俩人算完之后啊 就写了下来啊 算完之后还意忧未尽啊 想继续再往后推算推算 这时候有个老浓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就跟他们俩说 两位仙人啊 听说你们神级妙算 老汉我算是开了眼了是吧 那我想请教请教 你们来算算 我现在我是要往左走啊 还是要往右走呢 刘伯温和诸葛亮两人一看 轻声一笑 说这还用 这不是很容易吗是吧 我说你往左 他说你往右 我们总有一个是对的嘛 话音刚落 那老汉哈哈一笑 人家咔嚓一抬腿 上天了 人往上走了 既没往左也没往右是吧 原来这个老汉啊 是原始天尊变的 他就是来警告刘伯温和诸葛亮 天机不可禁械啊 差不多就行了 于是铁板图就只预言了 1600年之间发生的事 而铁板图的最后一衬 就是那个白羽毛鸟儿 撞山而死的 那个衬图和衬严 又过了十几年之后啊 到了2012年 习近平登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这下铁板图最后的这个神秘的这一衬 便应验了 你看白羽毛鸟儿撞山而死 这个预言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乃至中共的最后的命运 四只黑色的鸟代表中共的前四位最高领导人 四位党魁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五只鸟是白颜色羽毛的鸟 这个白字和羽毛的羽字加在一起不就是繁体字的习字吗 是吧 习近平的习字吗 这指的不正是习近平吗 而他是最后一只鸟 而且撞死在了这个山上 寓意着他 中共也就最后也就有五任党魁 习近平是最后一个 而他会死在他的刃上 撞山而死 这个铁板图预言 习近平他本人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是相信的 所以他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大家想想 如果你知道你的命运 别人也算出来 你会怎么怎么着 你会怎么想 肯定是恐惧 所以据说在今年这个北戴河会议上 为什么隐身了好几天都不出来 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见人就骂 脾气特别暴 而且整个人就有点神经质 他经常对下面的人说 有人整天盼着我死 盼着我被刺杀 可见党内的气氛非常凶险 所以他内心是非常惶恐的 其实说起来 这些独裁者活得是真不容易 前几天看到新闻了 习近平跑去南非参加什么 板砖峰会 金砖峰会 22号当晚有一个重要的发言 他主办的金砖峰会 他要发言他不去 为什么呀 他怕有人暗杀他 不敢去不敢发言 结果找人替他发言 网上前几天还流传着一段视频 特别逗 就是习近平参加板砖峰会的时候 要有一个环节是首脑合影 他刚走进门 他的那个翻译拎着包 一路小跑也想赶过来跟上 因为习近平离开翻译 啥也听不懂 这是个二傻子 翻译赶紧一路小跑 想去跟上他 打算陪他一起参加首脑峰会 但立刻被门口一个壮硕的保安 非常粗暴的 特别粗暴 搞到一边 门半步关上了 习近平走了几步 还回头看一看 然后犹豫再三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走向前去 就这段视频 其实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习近平是很可怜 很可悲 很孤独 很无助 70岁的也是个老人 整天生活在恐惧 孤独猜忌这种 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的 你想这是什么感觉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的下场 甚至他身边那些 他所谓的 他信任的那些人 提拔上政治局那帮人 有谁真的跟他走 有谁真的信任他 有谁真的是他铁杆 忠心为他的 忠心耿耿为他 没有 几乎没有一个 那不可怜吗 这样的人 是吧 而且最后的下场 撞山而死 但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是吧 其实习近平很相信 鬼神和超自然力量 其实包括各种预言风水 中共的历代领导人 都很迷信的 从毛泽东开始 各种毛泽东 邓小平 江蛤蟆 各种算命 各种寻访民间高人 给他们算卦看相 他们是很相信 这些东西的 他只是不让老百姓 相信这些事 说是封建迷信 他们自己非常相信 下面我也来说一说 习近平的面相 其实我不懂什么面相 我是听过一些 懂的人说过 习近平的面相的一些事 你看 从习近平年轻时的面相看 他是个富贵命 而且长寿 其实挺好的一个命 只是后来人的命运 是会随他的行为改变的 面相会发生变化的 尤其是这些年 习近平最大的变化 一个是眉貌 眉貌 他的眉貌变得越来越稀疏 在面相学中 成为眉弹 眉弹的人 对身边的人 对身边所有人 都非常淡薄 感情淡薄 缺乏情感 他们只关心他们自个 别人的生死好坏 他们是从不挂心的 做起事来 有时候就会心狠手辣 管你是不是兄弟 朋友 什么谁 该下手是绝不手软 你看他对胡锦涛 胡锦涛可以说是有恩于他 你看他去年二十大时候 把胡锦涛炸起来 众目睽睽 直接弄走了 所以就半君如半虎 习近平的面相上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在全股处 有一道非常明显的 叫破全文 你看 非常明显 破全文 根据面相学方面的几个解读 破全文也叫破财文 属于典型的败财败运之相 全股 也称为权力之股 权股权股 中国这个谐音是很有讲究的 权力之股 财运之股 代表一个人的事业成就 权力大小和人际关系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情和运势 如果出现破全文的话 表示这个人的权力 事业 财运 开始走下坡路 出现破全文 也代表这个人容易遭到身边人的陷害 或者背叛 破全文 有的人只在左边有 有的人只在右边有 像习近平这种两边都有 而且很深的 属于难得一见的大凶之相 标志着他的权力 命运将走入危局 对于风水 习近平也是都信不已的 他上台之后 曾经暗中命令陕西省的官员 重新修整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的陵墓 特别把它改建成了 坐西北朝东南这样的一个布局 坐北朝南 其实这就是暗和了风水 而干的嘛 现任的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 当时正好主管陕西省宣传部 正是他一手主导了将习仲勋的墓 扩建改建成陵园的工程 深得习近平的欢心 之后便一路高升 有龙脉之称的陕西的秦岭 前几年不少官员在这 到处围章建了各种别墅 度假山庄什么的 2018年7月习近平命令全部拆掉 当地官员非常不满啊 联合抵制不配合 最后当地的官场遭到大规模整肃 一大批的官全部丢了乌纱帽 2020年的4月 习近平专程考察了秦岭牛背梁保护区的这个月亮亚 在这大谈什么和河南北呀 泽北天下呀 说秦岭是什么中华祖脉 其实就是看重风水 自己家的这个命脉是吧 才不惜把陕西的一批官员全部干掉 也要把这些别墅都拆掉 要保自个的龙脉呀 很相信命运 很相信这个风水的 习上台之后啊 在这个中共重大的会议上 首次开始启用了男服务生 你看以前都是女服务生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男服务生 其实都是受过训练的安全安保人员 遭遇突发事件的时候 这些人就立刻变成保镖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害怕遭到暗杀 习近平应该算是 当今世界最怕死的领导人 没有质疑 他每次出行那个镇长 我天 足以让所有国家的领导人汗颜 他每次出行800以上的保镖 把他团团围住 我天 甚至整个整座城市都会陷入瘫痪 2017年9月 习近平参加在福建厦门召开的金砖 又是金砖峰会 结果整个厦门市全程戒严 总书记下榻的酒店方圆100里之内 所有的住户居民住家都不允许开窗 怕人在窗户上 我的个天 都大热 8月底9月份 秋老虎多热 不让你开窗 有空调的还好 没空调怎么办 热死 厦门市政府真的就是挨家挨户 挨家挨户去让在居民的窗户上贴封条 说还要检查 封条如果开了就要受惩罚了 为了不让居民轻易接下那个封条 有人说我揭开封条 开完窗 拖完气 我再关上 再贴回去 人家专门在封条上写了一句告示 说请勿开窗户 靠近窗户 擅自开窗 而被射杀者 盖部负责 我的个天 你敢开窗 别人派一枪打你 神经病 近年来习近平每次出行的安保阵仗 很吓人 2017年7月1号 习近平到访香港 期间警方每天安排近一万人伺候命 一万人 包括飞虎队 机动部队 反恐部队 特勤部队 全部上阵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巡逻 他下榻酒店附近的大楼屋顶上趴着聚击手 所有的人都必须开包检查 当然也必须要做全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测 就是要确保现场的安全 整个房间周围都是香港警力负责维护 他们是手持MP5冲锋枪的反恐特勤组 层级拉到最高 除了地面有电子干扰车 还有直升机盘旋 从至高观察 所以算目前在港岛 就一万名香港警察戒备维护 是香港警力的三分之一 习近平准备离开这个机场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电视画面 他乘坐的这个防弹汽车周围围满了保镖 汽车一开动 大家跟着一块跑 一时之间微微壮观 大家想想 整天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的人 能长寿吗 能安然善终吗 对吧 大家想一想 中共数十年血债累累 习近平就非要替中共当背锅的人 就非要和中共一起走向最后的深渊 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 好良言换不回该死的 总书记 今天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向您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史上 那些大名鼎鼎的名字 背后的精彩故事的节目 现在已经有三季 四十六集的节目 在我的会员网上了 从这周开始 我在我油管的会员频道 做看云启团里面 会陆续放出 关于文艺复兴教父 美帝奇传奇家族的传奇故事的 三集的节目 这周是第二集了 期待您有空的时候 去体验一段轻松有趣的时光 会让我的网址 就在美其前面评论区的置顶处 再一个 愿意捐助我这个频道朋友 捐款网站 就在美其前面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扫描评论上 二位码也是可以的 好 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新闻最潮点 咱们下周见